辽阳灯塔市积极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推进街道社区挡建 单位挡建 行业挡建 互联互动 构建城市基层挡建新格局 全域推进挡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灯塔市华西社区是采媒陈县区的安置小区 小区居民大多由农村洞迁而来 出道社区不少居民生活不习惯 邻里矛盾纠纷不断 社区党支部主动作为 让党建走进居民家中 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共建 共治 共享当中 通过成立许罗队来保障社区治理 维护社区稳定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我们还发挥了志愿者平台及微信群平台的作用 为居民主动服务 现在就给咱们感觉像亲人一样 就不管是小区的居民呢 说遇到什么事啊 不管是上半时间呢 还是说各家休息时间呢 都能哪儿当自己事那么去说给咱们老百姓办事 灯塔市全力构建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 以社区党委为基础 辖区单位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 成立了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 互相提供资源 需求 项目三张清单 对照清单双向联系 双向任领 双向服务 统筹解决小区停车 垃圾治理 供水 供电 供器和健身娱乐等民生需求 大党委共联系了九家驻镇单位 以条块整合 共享共建 大党委的模式能达到什么呢 小事不出网格 大事不出撤取 给居民带来的便利 朱辽阳记者报道 本集圆计划可能关于真正宗音机 对策定的本身份 组织 тобой负责买的之路 为了解决定的那种 最后大意见 重要的本身份 效果不出适量